三檔新進 共十檔高股息的ETF 大對決來囉 台灣股市總共有十檔的高股息ETF 我們今天要來大對決囉 我在之前的節目中 我就說過我心目中最棒的高股息ETF 就是這個影片的連結 在那個單元裡面 我認為最棒的ETF 似乎是00878 可是現在多了三檔的新進的ETF 我心目中的最愛還是他嗎 還是有別的高股息ETF 老師沒有 因為現在高股息ETF 已經變成全民運動的 很多人每年想要穩健的獲利 每年穩健的拿到鼓勵 所以高股息ETF未為風潮 所以券三在今年的時候 一口氣推出了三檔的ETF 首先第一檔是00907 永峰優息純股 聽起來就是你好好說純股啦 打這個名義叫純股 其實還是高股息ETF啦 它其實純股邏輯是包含了 ESG的分數 還有最近三年的股利發販率 還有最近三年的獲利水準 精選30檔 特色 台灣第一檔主打純股的高股息ETF 以及民生需求類型的股票為主 其中基本上沒有包含電子股 那此股前五名的是 雅尼 元大金 台化 開發金 及國泰金 為什麼不包含電子股 他們可能覺得 電子股的獲利波動比較大 金融業占比高達50% 對 與其說 永峰優息存股 不如說 永峰好好存金融股 ETF 這是00907 我對他的看法 獲利績效 但是人家資料回溯來看的話 2016年到2021年 累積績效113% 對 換句話說 如果2016年成立的話 翻到現在 哇 存股可以變兩倍 真的嗎 同期間台灣高股息指數累積績效 大概是111% 略贏他2% 可是過去獲利不代表未來的獲利保證 新基金在上市的時候 都會回溯過去的一個績效 告訴你 績效是多麼好 讓你參考 第二個 我們來看的是00915 凱基優選高股息30 是2022年8月暫時的 選股邏輯 回顧過去 採用多因子的選股 除了參考過去三年的配期紀錄以外 還有參考 貨利能力ROE ROA 並且排除下行風險高的股票 能夠大幅減少 選到景氣選項股的機率 特色 多因子的選股 就是選股邏輯有參考很多的因素 可以避免選到景氣選項股 目前持股的前五名 第一大字2347連強 還有2881的副班金 還有中鋼 還有開發金 以及國泰金 金融業的占比 大概是約28% 半導體電腦的占比大概23% 第三檔 也是最近的一檔 新的高股型ETF上市 就是00919 舊一舊 希望能舊一舊台股 群益台灣 精選 刀洗ETF 這個選股邏輯是混合席 代表預測未來 加把握當下 每年換股兩次 從台灣上市上跪 市值前300大股票 第三百零一大就不行 前300大的股票 精選出30檔 高股息的股票 然後每年換股兩次 5月的時候 會依當年度的股力公告 選舉殖利率 當期最高30檔為成分股 12月會預估殖利率 還有排名 選舉前30檔 明年可能配息高的股票 特色就是超前部署啦 此股前五名有聯發科 殘隆 中甘 藍牙 管達 哇塞 你會發現到 有些高股息的ETF 是幾乎不學電子股 有些高股息的ETF 像群益就喜歡電子股 喜歡著要命 這只有他們有注意的觀察 除了這三檔高股息ETF 我再把這10檔ETF 全部再會講一遍 一基金規模的排列 你看 0056 第二名是00878 0056大概有86萬人 00878有74萬人 00900有23萬人 00713有5萬人 00701有6萬人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西瓜威大餅 你想要前五大 至少一起下車 在公園裡面睡著比較不會冷 有人跟你一起取暖的話 這前五大 是他們有注意觀察的地方 剛才前五名都是股東人數6萬人以下 現在六到十名都是股東人數2萬人以下 因為都是這幾年才成立的高股息ETF 好就00919 群益台灣精選高息ETF 還有00915 凱基優選高股息30 還有00730 富邦台灣優質高息00907 還有00731 這幾個都最多不到五年的高股息ETF 可是他們有些績效很不錯喔 是獲利王喔 為什麼呢 我先慢慢一個一個介紹 資產ETF裡面各有特色 台灣高股息ETF的老大哥 就是0056元大高股息 這個唯一擔心採用 預測未來選股邏輯 那這個有問題有風險就是說 很容易選到景氣循環股 選到200多塊的航運股 選到30塊的友達以及群創 所以選到景氣循環股最高的股票 準備下跌的股票 因為看起來那時候EPS是要發最多鼓勵啦 第二個我的最愛之一 規模成長最快 就是00878國泰永續高息ETF 股東人數坐額萬一 因為最近績效 整個贏老大哥0056元 所以股東人數非常快的增加 所以整個基金規模也快速的增加 所以這檔國泰永續高息ETF 它最好的優點就是 並不會容易選到景氣循環股 是用過去三年的平均殖利率的前30檔 作為成分股喔 第三名百變金剛 就是誰 00900 富般特選高股息30元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選太多股票 而且一直換來換去的 一年換股三次 今年7月就換股27檔 4月的時候換股20檔 其實整個的成本都大幅度增加了 所以這個00900 我個人沒那麼喜歡 這就像你交朋友一樣 你每年都換好幾個朋友換一輪 你可以交到資新的朋友嗎 高股息ETF本來就應該穩健 結果它一點都不穩健 所以00900 我認為它換股的頻率太頻繁 這是我最不喜歡它的地方 第四個 規模最大的高息低波 00713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這個不是規模最大的高股息ETF 是高息低波裡面規模最大是00713 那元大台灣高息低波就是怎麼樣 號稱高股息低的波動 低波動就是台股展的時候 基本上也不管它有什麼事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作畫 很多的傳產 很多人基本上是不會動的電信族群股票 中華電 台灣大哥打這些股票 遠傳 這些就是高息低波 00713是高息低波ETF裡面規模最大的 近五年的年化報酬率9.26% 明年高股息ETF前馬 還有一個高息低波的一個始祖 00701國泰股力精選30 唯一是個半年配的一個高息低波的ETF 那去年2021年的漲幅高達22% 是高股息ETF冠軍 哇塞 所以高息低波在一個行情震盪的時候 甚至感覺要晚價做頭的時候 它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好不好 高股息的小baby 剛上次不到一個月就是00919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混合型 預測未來加把握當下 這是00919的特色 今年新進ETF之一的高股息變色樓 是00915 是凱基優選高股息30 就像我講的 它參考了非常多因子 不論是ROE、ROA 或者是過去三年的配息紀錄 全部都參考 多一支選股 還有低調的高股息ETF 是0073年的富邦台灣優質高息ETF 它是要連續五年的 還不是連續三年 近一年現金殖利率最高的30% 就這麼簡單 選股就這麼暴力 你一定要最近一年 選股殖利率最高的 我要活在當下 而且要連續五年都要賺錢的 要配息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九個 是不買電子股的高股息ETF 也是今年新增的 00907的永峰優息存股 如果你不喜歡電子股 你覺得電子股波動大 那你選這檔就夠了 雖然是存股 來作為高股息 我覺得真正存股含義 是你逢低 你要用力的買進 而且要定時定額 而不是他幫你存 你如果不買進 他幫你存也沒有用 第十個是0073的富華、富時 台灣高息低波 他的選股邏輯是回顧過去 之後會發現到 回顧過去的獲利 反而是比預測未來的獲利 來得更穩健 選擇殖利率高 波動度低的前四十檔股票 什麼叫波動度 我還是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不太會漲 不過並不會因為股市大漲而漲 就像電信股一樣 也並不會因為股市跌而大跌 而叫波動度低的股票 所以這十檔高股息 ETF比一比這些績效 你會發現到 新進的ETF裡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 00919 2022年的漲跌幅 哇還有漲耶 00915 凱基優選的高股息 30今年是跌的 然後00907 永豐優席存股 不然就我講的 有個存股 可是名字不代表 你就會一定贏 結果今年的績效是-8.76% 看起來績效蠻慘的 所以這些的ETF 我有近兩年 近五年的年化報酬率 同志們 你們這邊都可以 稍微看一眼 看兩眼 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結論好了 近兩年年化報酬 最好的是00731 富華富時 台灣高息低波 績效最好13.55% 近五年年化報酬率 最好是00713 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績效最好是9.26% 每年平均都約9.26% 但是我最喜歡的 還是00878 國泰永續高息TF 2020年的 目前為止的跌幅-16% 2021年的 漲跌幅是18.77% 近兩年的年化報酬率 感覺沒什麼漲啊 2022年就把去年賺的 給幾乎吐出來 為什麼要漲10% 年化報酬率 還有10.44% 因為它每年的殖利率 近兩年大概都8% 然後甚至8%以上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高股息ETF的威力了 可是你看0056 近兩年的一個年化報酬率 哇 只有0.83 哇 撩乖啊 小子 以前近十年年化報酬率 可能一度到7% 甚至到10% 近兩年賠太多了 0056很容易買到最高股價的 陽明 還有最高股價的 友達跟群創 因為這些景氣循環股 但EPS最多的時候 準備發股力很多的時候 開始景氣晚下滑了 這就是0056最大問題 對 為什麼最愛是00878 它其實減少人為的一些措施 人為色彩 而且規模其實也做二萬一 介紹今天三檔新進的ETF 還有全部共識檔的台灣高股ETF 不知道你學到東西了沒 說說你心中最喜歡的高股ETF 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也希望同志朋友 能從今天的節目裡面 教學裡面 能獲取更多財富知識哦 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 也有十幾萬人了 你喜歡我們節目 就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哦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ke 台股爆爆爆 我們下週